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是18號代理人王小姐 我是R04南策的地主 那是這樣子我想 委員也聽了這麼多 我們不管是南策北策 大家都對好像捷運年開 都很多不確定的一個 擔憂在裡面 我要報告很簡短 因為有這麼多 這種擔憂在裡面 所以以至於我們現在地主 有很多的方式 想要來解決這件事情 但是台灣是一個法制的國家 那這個法裡面呢 目前像如果我們這樣子 照著這個 這樣子一個 一個這樣子的 流程下去做 就變成說我們就是 一定要劃定了 那這是一個流程 那按照這個流程過程中 一定要劃定了 那我們成為一個捷運年開的 一個基地之後 就一切就要按照這個法來執行 但是在我們都還不知道 這樣的災害年開之後 我們的一個 未來的一個前景 會是怎麼樣的情況下 如果茂蘭的一個畫病 然後還 並且是在我們都還沒有完全 整合到那個地圖 能夠安心的階段 我認為是不適合 茂蘭來做一個畫病 而且陳如剛剛那一位 跟那個公民記者 她的一個 她有一個發言 那其實 我來參加也是每一次 那也是聽到 在坐在 烏尾民旁邊這一位 她也有提到幾次 她到國外的考察 對那是有看到就是說 國外即便是在一個鬧圈裡面 她也是用一種 最 怎麼講 就是最一個合乎 不管是財務上面的 財政上面 還是說 調量在大眾的利益方式 能夠有一個最好的處理 當然我們老舊處 才是有一些更新的需求 但是委員就是臨時 就是來做一個 這樣裁定的一個 一個最高的一個單位 真的很需要 我們要發揮 因為我要發揮 你的智慧 知道說 挑戰的一個革命之下 我們不需要 這個點我們稍微緩一點 而不是 急救這樣子上去的話 相信 對我們就是地主 來做整合這個階段 也會比較多一個安全感 把這件事情做 是完全沒有一個 因為 只要主張介紹 我認為是最好的 這是中期什麼 是中期的 參加 然後我好 我先 我先 你 這 你 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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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先 我先 沒有 我先 我想 我先 我先 感谢观看